吴师傅反映说 他的妻子是一名微商 最近新认识了一位网友 原本妻子想让对方帮忙介绍客户 弄到最后却成了别人的客户 吴师傅家住在宁波宁海 妻子待业在家 平时就在微信上卖化妆品 吴师傅说 上个月妻子通过微信搜索附近的人 认识了一个叫俊形象管理的好友 对方自称姓林 两个人很聊得来 吴师傅说 这位林女士和妻子关系越走越近 10号那天 对方以帮忙介绍业务为由 带他妻子去泰州黄岩一家 韩派国际整形美容医院 吴师傅说 林女士牵线 当天妻子卖了一套399元的化妆品 接着 医院导购开始给妻子介绍微整形 再之后 妻子在林女士的劝说之下 做了额头鼻梁下巴三处的玻尿酸注射 消费了5万6千元 其中有5万元申请了网贷 记着看到 吴师傅的妻子站在旁边也很想说话 有没有让你签字确认过 做哪些项目 总共多少钱 有没有跟你说 他说了我都不懂 因为我从来 第一次记出这个问题 说了你不懂还是他没说 钱这方面你说 总共多少钱 做哪些项目 我 我 我都不知道 那个钱 总共多少钱 吴师傅说 妻子很单纯 也不善于表达 当天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办了贷款手续 他得知之后才觉得不对 送化妆品过来 你为什么后来又愿意去 打针啊 因为跟我来的那个女的嘛 就是说 她说 你去做吧 没关系 她说 这点钱 姐姐付得起 她就那样优打的 是她那个女的这样说的 你觉得这个钱她会把你出 吴师傅说 事后 这位林女士就联系不上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一停机 我就感觉就是个拖 我就感觉 那个女的把她 完全就是跟那个 整形院 完全就是有关联的 但是我过来 我昨天我问她 我就问她 我说 那个女的跟你认为 她说 跟我们公司 完全就是不认识 来到台州黄岩 天远路上 这家韩派国际整形 负责人 副经理表示 在这件事情上 双方可能存在误解 总共做了四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是这样 她是 总共是 五万六 这个是我们是 包三年维护 就这三年期间 出现任何问题 都是我们来保证 就相当于是这样 就是她一年 最少要过来 我们这里四次到五次 去重新去注射 保持她的 那个最好的状态 副经理告诉记者 医院正规经营 吴师傅的妻子 接受注射前 保购也再三和本人确认 贷款部分 也是本人自行办理的手续 项目确认书 也有本人的签名 他们可能是朋友一起过来 因为做证刑 这个你一个人过来 可能有点怕什么 你说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 知情 她是肯定知情 吴师傅的妻子说 手续的确是自己办的 但这并不是她的本意 副经理说 接下来会再和吴师傅沟通 也会私下妥善处理 她只要跟我们沟通 我们是肯定会站在 她的立场上 去做一个解决 就是比方减免啊什么 这都没问题 只要她主动 我们是会主动跟她沟通的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 辖区承熙市场监督管理所 工资人员表示 接下来会组织双方进行协商 188黄金记者泰州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